短短两年,冯绍峰变化大到像是老了一十岁,赵丽颖这婚真是离对了。 近日,由冯绍峰、景田等人合作主演的新剧《卓卓风流》播出后引起了不少争议。 从大部分网友的评价来看,外界提到最多的点,便是几位主演的年龄。 首先《卓卓风流》作为一部古偶剧,剧情围绕了几位主角的前半生展开。 但看演员配置,女主角景田35岁,女二号王立坤38岁,男二号徐海乔40岁,男主角冯绍峰甚至已经44岁了。 不客气地说,看这些年过半百的演员们在迎评前故意万能谈恋爱,这对观众来说,本身就已经属于折磨的范畴了。 更重要的是,作为男主角的冯绍峰,在剧中呈现出来的状态甚至还跟实际年龄完全不符, 哪怕剧方已经把滤镜掉到最大,仍然遮掩不了冯绍峰的岁月感。 说到这儿,还记得剧方在前日举行的宣传活动中,一席灰色西装现身的冯绍峰,几乎成了全场最瞩目的明星。 说真的,不知道已经多久没看到如此真实的明星生徒了。 在网友的镜头中,冯绍峰浑身上下都呈现出了一种疲惫的极势感,眼神涣散的他哪怕抬起头直视前方,依然让人感觉毫无精气神。 冯绍峰的皮肤本身也黑,化着浓妆不显亮不说,还有点泛有痕迹,若再仔细看一眼,他甚至还有秃顶的迹象, 最后再加上面部齐驱的皱纹走向,妥妥的一个老头子。 相对来说,最右边小他四岁的徐海乔虽然状态也比较一般,但整个人保养却是好了很多, 不仅能清楚地感受到他身上涌现出来的活力,跟冯绍峰比起来,两人甚至都不像是同龄人了。 只能说,冯绍峰呈现出来的老泰,真的超出了太多人的想象。 以至于绝大多数网友看到冯绍峰的生图之后,都忍不住用同一种语气来感叹他的变化。 说到这里,大家还记得冯绍峰以前的模样吗? 1978年出生的冯绍峰,早在20岁那年就进了演艺圈,但他连续拍了很多作品一直不温不火, 直到2011年与杨幂合作的公热播后,冯绍峰才得以获得关注。 那一年,冯绍峰33岁,正是各方面状态最好的时候。 之后数年时间里,冯绍峰的表现也一直可圈可点,无论是古装还是现代造型,他都能轻易地驾驭。 就这样一直到了2018年,冯绍峰事业爱情两开花,工作上凭借知否知否应是玉肥红瘦再次翻红, 生活中与女演员赵丽颖因细生情,官宣恋情的当天即是领证结婚的喜庆之日。 其实与赵丽颖结婚的那几年时间里,冯绍峰的状态一直还算不错。 也有很多粉丝不一定能接受冯绍峰当姐夫,但相比较其他人,冯绍峰至少方方面面都配得上赵丽颖。 只是,这段婚姻也远比想象中要结束得更早。 2021年,赵丽颖与冯绍峰通过社交平台双双宣布离婚的消息,此时,两人的孩子才刚满两岁。 两人离婚消息一出,很快就引起了外界的轰动。 也有人惋惜,冯绍峰虽然年龄大了一些,至少颜值各方面都在线。 可是,谁又能想到,从赵丽颖离婚到现在才刚刚过去两年,昔日还被人惋惜的冯绍峰,如今变化已经这么大了吗? 包括上一次冯绍峰出现在新戏现场的时候,一头的白发,稀疏的胡渣以及满脸遮挡不住的皮态愁容,就已经让网友吐槽他真的尽嫌老态。 更重要的是,相比较冯绍峰离婚后越来越老的现象。 另外一边的赵丽颖,反而表现出了完全相反的状态。 结婚之前的赵丽颖,虽然一直以幼态的面容而在圈内闻名,但他身上自带的吐气却也一直是外界诟病的重点。 反倒是赵丽颖离婚之后,整个人不仅不见任何老态,甚至还有种越来越年轻,越来越时尚的感觉。 短短两年时间,赵丽颖与冯绍峰表现出了天差的别般的变化,如果不是真的发生,谁能相信,这两人曾经会是一对夫妻呢? 说具现实点的话,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现在的赵丽颖,真该庆幸两年前离婚的决定吧。 要不然,换到现在再去面对冯绍峰,可能当初一眼惊艳而出来的爱意,也很难再延续下去了吧。 2.赵丽颖闪亮抹兄弟群造型写真,展现迷人魅力。 网友,太漂亮了吧。 赵丽颖,这位备受瞩目的女演员,一直以来都以她的出色演技和迷人外貌吸引着大众的目光。 网友,这也太漂亮了吧。 赵丽颖她不仅拥有精湛的演技,还时常在各种场合展现出令人羡慕的时尚品味。 今天,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一组赵丽颖在抹兄弟群上的闪亮造型写真吧。 赵丽颖身穿一席华丽的抹兄弟群,宛如一位红毯女神。 精心打造的设计,高雅的剪裁,使得她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魅力。 她优雅自信地站立在红毯上,双手轻轻拖起李群的裙摆,展现出她的优雅气质。 细心观察李群的细节,我们可以看到闪亮的钻石装饰点缀,为整体造型增添了一份奢华。 配以精致的珠宝和闪耀的高跟鞋,赵丽颖散发出迷人的光芒。 她的微笑中透露出自信和魅力,让人忍不住为她的完美造型喝彩。 赵丽颖身姿高挑,曲线婀膜,李群的剪裁巧妙地展现出她的好身材。 视觉上的线条流畅而优雅,让她更加动人。 她灵活自如地走过红毯,每一步都仿佛在舞台上跳动的音符,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。 作为一个时尚标杆,赵丽颖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她最新的穿搭。 她总能以别具一格的方式诠释时尚,并引领了不少潮流趋势。 这次的抹兄李群造型,无疑是她又一次的时尚亮点。 不仅展现出了她自己的时尚品味,还让更多人对这种经典款式重新燃起了兴趣。 每一张照丽颖的照片都散发出迷人的魅力。 她站在聚光灯下,身着抹兄李群,散发着迷人的光芒。 这些写真不仅证明了她的演技实力,更让人见识到她时尚与美丽并存的一面。 赵丽颖闪亮抹兄李群造型写真,无论是在红毯上还是日常生活中,都展现了她独特的魅力和时尚品味。 她的每个形象都是如此惊艳,让人流连忘返。 让我们一起期待她在未来的造型中再次带来惊喜。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?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感谢观看